春天变秋天 简单 其实对于这种颜色比较明显的图片 我们可以直接在小太极图标这边 给他添加一个色相饱和度 老规矩用小手图标来吸取一下树叶的绿色 那这时候呢 来改变一下它的色相 到你想要的这种黄色 那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中间有很多细小的这种绿色 依然没有被改变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调整一下下方的这个容差值 让它的所有的绿色全部都包含进来 好同时再次把它的饱和度给它更改一下 好对比一下 这是之前的 这是之后的 搞定了 你学会了吗